一筆財 盡在愈通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非常感謝各位利用週一到週日 每個中午的12點到12點半 收看我們盤中即時 這這不是重播 這用即時向各位做報告 你一定告訴我 即時有什麼撩不去 即時還真的滿了不起的 為什麼 來看一下大盤的報告 目前8645對不對 對 好 那我的看法 現在時間是12點38秒對不對 好 我的看法呢 今天呢 多頭最樂觀 加權指數收在8 6 6 9 你也是作一個筆記 加權指數 現在還沒太半對不對 我看一看 看這個大樓 現在是12點 最樂觀 加權指數中場收盤 收在8669 大概在這裡 那是最樂觀 那麼反之呢 今天怎麼做評價 所以在節目一開始 因為很感謝近期啦 那有些新朋友參加 所以你是新朋友的 麻煩你 我就佔用大家一點點時間 兩分鐘 來 各位請看喔 特別是新朋友 你大概看一下喔 來 這是今天3月7號一大早對不對 一個叫台子旗邊際效應 不一樣喔 你是我的會員的 強棒初級會員的 你就稍微看一下 你一定有收到這個簡訊對不對 今天一大早一個叫台子旗邊際效應 好不好 是不是邊際效應 好 再來一個不一樣喔 叫做 加權指數邊際效應 這不再看一遍喔 不一樣喔 一個是台子旗邊際效應 一個是 加權指數邊際效應 你一定告訴我 蕭文明 我又不是參加你的期貨會員 對啦 我現在是跟你說 你如果個人有操作衍生性商品的 有操作旗子的 那你就自己觀察 那假設你是我的會員 你不在做機會 那你要分清楚喔 你不要搞混了 為什麼 我舉例喔 台子旗8643 這是不是糕點對不對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加權指數 8643在哪裡 8643在這裡耶 你有什麼名字 你在發什麼簡訊 對啦 所以我怕你弄混了 我再說一次喔 一個是加權指數 一個是台子旗 它是不一樣的 好 那你是我會員的 你沒有操作旗子的 那你就看加權指數 所有的人都一定要觀察喔 那節目上因為不能講旗子的買賣點啦 那也不能講股票的預測啦 都不行 照規定盤中不可以 所以我們以加權指數為例 來 我們看一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我們每天早上一開盤 9點鐘是不是開盤 台子旗是8點45開盤 可是加權指數一定要等到9點 所以9點鐘一開盤之後 我一定會向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做個簡報 今天邊際效應 一個叫高點 一個叫低點 多方叫做8619 你還不操作 我沒辦法了 空方叫做8695 這樣聽到嗎 今天呢 關鍵耶 收盤耶 叫做86 我蕭佑銘耶 這3月7月不然現在太棒了 我不會記憶了 你怎麼可以不會記憶 8669 最樂觀 加權指數收 8669 這樣會好嗎 你說這樣還是不會好 我來看看 8619 8695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喔 8695在哪裡 8695不在這裡嗎 你如果在8695 假設這是一支股票 你會賣的 你不撞一下你不死去 你一定要多說耶 他要落到哪裡 我看一次 如果又看不下去 我又沒辦法了 是不是8695是一個關鍵 下鍵也落在8619 那整體上 現在往上最多到69 你一定告訴我為什麼 來 我們直接看喔 為什麼往上最多到69 它的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兩個位置 來 這樣子看 應該你會比較簡單啦 你說要看什麼 來 這裡有一個跳水喔 直線跳水一次 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一次 這是不是直線 這是是嘛 這也是嘛 對不對 好 這樣來 回來看看 是不是有兩趟 好 既然有兩趟 以加權指數不就 這一趟跟這一趟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要看哪裡 看這裡啊 這裡 這裡 這支 跟哪一支 跟這支啊 你也拿一個爪子跟比一下 拜託你 我也叫你好不好 是不是一定是這支 這支的位置叫做8680 好 來 所以一個叫做8680對不對 好 再來 是不是這支 成交量最大的 好 再次大的呢 你比較弄嘛 像是這支 一定是這支嘛 叫做8656 一定是這支 好 來 是8680 8656 所以咧 這個上來就是到8669 好嗎 是不是在這裡 像是這支 要加多少 加6000而已 不然你當中要加多少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啦 你盤中的賣動 你要自己能夠做評價啦 因為節目中不能講 期貨買賣點 股票買賣點 都不行 所以我利用加權指數 跟你做分享 那我相信最起碼在 今天到收盤 每天從12點到1點半 你每天都放得輕鬆就對了 好 你一定告訴我為什麼 第一個 接下來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這個禮拜 台北股市 如果以大盤指數啦 那肯定不會好到哪裡去 你說好 你看空 我看強多 看強多可是好不到哪裡去 對 來 你看著它 如果還沒效我也沒辦法 因為它一定要仰空 這一波 各位請看喔 整體上我們觀察加權指數 從去年的8月底開始 是不是從7200點 7200啦 7200漲到8800 8871嘛 對不對 然後從8800跌到7600 沒不對吧 然後從7600漲到今天8700 不啦 對還是不對啦 一定是對的啊 你說 我從7200點開始做多 8871點半康對不對 對 你說我這次從8800空到7600 回補之後 全力做多到8727對不對 對 你說 蕭蕭蕭蕭怎麼做得到 你再看一次了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你就知道 接下來會有個養育空單的格局 所以呢 海股還會創新高 可是它不再是直線創新高 這樣了解嗎 你為什麼 為什麼會創新高 但是這禮拜也不會去 如果再看不然我實在無能為力了 好來 各位請看喔 上圖下圖 上圖叫加權指數的日 是K線圖對不對 對 下圖呢 下圖就叫做J指標 你還自己發明一個J指標 我哪有發明J指標 J指標是個通用指標 OK嗎 我不管你用什麼軟體 所有的軟體裡面 都有一項通用軟體 是不是叫KD指標 對不對 KD指標它另外還有一項叫KDJ 那麼這個J要幹什麼 這個KD在20以下出現多方訊號 80以上出現空方訊號 對不對 胡說八道嘛 對 那這個J要幹什麼 J在於給予一個 你使用技術分析工具的人 你自己可以做個評價 什麼時候來到高檔 不管是大盤 台子旗 或者是任何一檔標的股 你自己有個評價模型 好 所以來看 這個J我現在眼睛看到了 如果它跌到0 0喔 0 0 0 甚至於0以下 這也叫7203點 請問你7203點是給它半康做多 另外要來給它半康也OK啊 那你就賠個1600點而已 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對不對 對 好 再來 當加權指數來到7600 這個J來到0 請問這個0是給它半康做多 如果這個0來給它半康 你就撩不去嘛 你價格數1千1百點而已 也沒什麼神奇的嘛 對不對 對 這個8871加 剛才是給它做多或半康 你如果看不下去 我是來無能有利了啦 所以你覺得會去嗎 我不知道啊 我覺得這禮拜會整理 這個整理就是要讓你去空的 可是你空了之後呢 我的看法 台股在這個月 這個月的最後一週 絕對有能力再創新高 短線它會陷入類似一個整理結構 因為它不轉弱 空担不敢再進來 新的空担不敢再進來 所以它務必會做個養幼的動作 它要去養空 然後接下來去引幼空單 新的空單才會進來 所以呢 來再看一遍 跟您做分享 所有的好朋友 會員朋友 過去最少跟各位交了三年以上 這個叫J指標 J指標當它跌到0以下 一定要強迫自己站在正向 那麼相對的來到高檔 你要適度就不用太衝動 這針對大盤指數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第一個 每位朋友都一樣 你要做對的事啦 什麼叫對的事 第一個 證券市場在於 你每天去買一檔 你認為它會漲停的標的 這樣OK嗎 你去買一檔會漲停的標的 你一定要給我問我說 等一下什麼標是會漲 你就給我買 他今天就要漲停 你就給我買 明天就去買一檔 明天就漲停的標的標的 你每天就買一檔會漲停的標的標 10天就是50% 20天的一個月就是一倍 你再如 再怎麼樣啦 你每個月你對你訂的目標 你最起碼我們的目標最低要 最低要 最低要 最低要五千 你說五千才是要怎麼做 就去做對的事 有對的標的 有對的方向 對的點位就把它進去 進去之後呢 就目標了好 一天一天要有五% 五%一天當然要怎麼啦 用嘴說的嗎 那所有的新舊會員都一樣 特別是所有的標股會員 要看著他 從上上個禮拜的GIS到致意 那接下來呢 是上個禮拜的康蘇萬海 鍾鴻對不對 那鍾鴻如果到今天 今天是3月7號嘛 這上個禮拜四嘛 是不是再畫一個 對啊 是不是再畫一個 對 好 那你說那標股 標股會員到底該怎麼做 標股會員第一個 你就把你所有的力量 每天去買一檔股票啊 你說欸 我上上個禮拜四 我去買了GIS 那禮拜五我就沒有錢買致意啦 那就這樣子嘛 第一個 你買了GIS 你就不用再買致意了 除非你GIS賣掉了 你賣掉你才買第二檔 這樣OK不 每天都會有新朋友來參加 那新朋友參加 我不可能說 因為我們有了一檔標的股 所以就不再推薦第二檔股票 所以所有的標股會員 每天我都會發簡訊給你 那你就進場去買 這一檔股票 用你所有的力量 你就買一支就好了 你說你說這比拜四 對了 這是不是比拜五 對不對 是不是從GIS 智義 康蘇 萬海 莊鴻 強茂 你說這個樣子就已經買了六檔標的股 沒有 一檔 為什麼是一檔 因為你有賣出之後 第二天早上一開盤 我發簡訊給你 你才去買進第二檔標的股 你沒有賣出 你第二檔股票就不用買 舉例 你買了GIS 3 2月26號 你就不用買智義 你買了智義 3月1號 你就不用買康蘇 你買了康蘇 3月2號就不用買萬海 你買了萬海 3月4號就不用買中紅 你買了中紅 3月3號買了中紅 那3月4號不用買強茂 對不對 好 你上個禮拜五 你手上持有強茂的 今天是不是3月7號 你這支股票 是不是就不用買了 你就不用買 那你說我都沒有了 那你今天就買 買了呢 他不就漲停 你說真的有漲停嗎 沒有漲停 我停止業務執行 兩分鐘後回現場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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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肯定會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一棒 翻抗 接強棒 強棒 進股股 自動優化 必排風險 掌握談中拖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022-2578-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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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出國旅遊難免發生意外 要怎麼準備才好呢 國外醫療費用貴桑桑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略評險加買附加條款 保障多更多 長期出國或度假打工 要選對保險種類 並注意效期 外交部駐外管處 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幫忙支付 或帶點醫療費用哦 朋友們 出國前記得選購合適的保險 讓出國更安心 有備無患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一樣哦 我們來的證券市場就在於 這個禮拜五個交易日 今天環境就已經漲停了 名字呢 名字你去買一支名字 一定會攻擊你漲停的股票 你說好 我今天買了 我買了之後漲停縮起來 2%對不對 你說你也沒有5% 我聽你的說 漲停縮起來2% 對 這就10%了嘛 你買了 它本來就是高盤嘛 對不對 買完 漲停板縮起來 漲幅2% 那你明天再開盤再攻個3% 你不就已經5%了 我有說 我有說對 你有1天5% 你10天投資報酬 你100塊就變105了啦 那不是要怎麼做 第一個 你要避開風險追求績效 那怎麼辦 你要買最會漲的股票啦 不會漲的股票啦 不會漲的股票 你拜託你 你就不要賣 你是在賣什麼意思的 你要去買最會漲的股票 最會漲的股票它一定潛在的 營收毛利 獲利能力增加 一定 該公司 接下來的第一季第二季 有重大轉機 並且你會發現 有特定買盤做介入 這種股價 一定都是標股 問題 你不知道啊 為什麼 因為這都是 未來的數字 請問你 你怎麼可能知道 你有重大轉機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就不叫重大轉機了 特定的買盤介入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也棒棒嘛 那有可能 不可能的 所以 你怎麼辦 關鍵在 我們無法知道 所以 每一位朋友 你需要有一個 你自己的一個標股系統 什麼叫標股系統 每一天在第一時間 的一時間 你的系統就會告訴你 我不管你用什麼指標啦 我都沒有意見 你需要有一個 你自己的工具 這個工具 它可以在第一時間 給我們推薦 我們去買哪一支股票 這是我們的工具啦 我不知道你的工具長怎麼樣 我們的工具就是 每天我就看到了 我就看到了 要多大有多大 你會不會在這裡 會不會在這裡 是不是1611網上 有些2014有沒有 2014就不用說了 下個禮拜就買了 下個禮拜你就去報啊 該出我會發發簡訊帶你出啊 那不用出就報著啊 你如果上禮拜沒有參加 那你今天總有參加了吧 那我就要買了 那要買怎麼辦 他就一定會漲停 那你不要再說了 那就一定漲停啦 你不是又是最大贏家 你需要一個屬於你自己的自動標股系統 並且我們的部分 我個人在每天早上9點鐘 一開盤的第一時間 我會發簡訊通知 所有的標股會員 你就進去跟他買 你說我已經有買了 你就不要再買了 你說什麼意思 好來 我慢慢講喔 你已經買了 那你就不要買 已經買了 這個就不要買 這個買了 這個就不用買 這個買了 這個就不用買 買了強茂 那今天中店你就不用買 這樣OK嗎 你就是跟他買一支股票 可是每一檔股票 每一檔股票 舉例喔 上個禮拜五是買強茂 買完是不是拉漲停 對不對 對 這是不是3% 買完撩去還是3% 這裡說起來是不是5% 這樣你的強茂是不是8% 有都無都無 你就買一支 我講得這麼清楚了 你又聽不懂我就沒辦法了 中紅 好來 你這一天買中紅的 這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過天是不是又有漲停 今天一天是不是又有漲停 那是不是三支漲停 那是不是30% 你有買中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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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就沒錢買強茂啊 你就買一檔就好啦 可是每一檔 來致意 什麼2月26日買 一定有 買完是不是拉上鎖住漲停 這個最少8% 過天又漲停對不對 漲停為什麼不算 因為還沒有出 3月2號是不是在這裡出 所以你的這筆 你的投包率也是8% 這樣OK嗎 我一扭蛋你出嘛 所以你是不是出了致意之後 我們隔天買了康書 康書最少15%以上 一扭喔 你就買一支股票就好了 然後每天你就把它拿出來 你就點 你就點微理財 然後再點樂透標股 來我用印的 這早上 是不是有2481 有1704 有2014 是不是 1611 是不是新的標的今天 好 接下來呢 你是所有的強辦會員的 你就一樣把它點開 再去點另外一個系統 是不是有2481 1611 2103 2014 我們買了 我想發簡訊叫你買1611 有就有 沒就沒 來 標股策略 3月7號 1611 是不是中電買進 是不是1611 中電買進 我們這樣 將近最多只有2% 那有什麼關係 那明天再3% 不是又5% 是不是又5% 你1天5% 10天你的投報率就是5聲 1個月你就是100萬變200萬 不然是要怎麼做 要怎麼避開風險 如果台北股市街開高走高收最低 啊怎麼辦 避開風險啊 怎麼避開風險 你的股票都漲停板 你不是避開風險 我自己說的就是這樣 要怎麼避開風險 你不管你去買了什麼標利股 你的股票每天都是漲停的 你可不可以避開風險 那怎麼做會搞 當然做不到啊 你需要有個工具啊 舉例齁 來 所有的標股會員注意看齁 現在3月7號對不對 我不能告訴你價錢 不然我就會被處罰 什麼 6282康書 我這一次講還 這個叫停利 也就是說股價沒有跌破這個價位 你不用出 你也不用買其他股票 你就續爆就好了 你萬一每天都沒有跌破呢 停利會往上色的 每天都沒有跌破呢 你這個月到3月底 就只有報一檔工資 我簡單說就是這樣 那強茂呢 他只要不破這個停利點 不破不破這個價位 這個停利會往上色的 每天都不破 不好意思 3月7號到下個月4月7號 都通通都不破 你就跟摸這支股票就好了 就摸這支槍帽就好了 中店你也不用買 中宏你也不用買 你是標股會員的 你就只買一檔股票 我不管你是幾月幾號 開始跟著我們操作的 這樣OK嗎 我每天會發簡訊給你 帶你做進場 買了標地股 我們的目標 當天就是要攻上漲田 名字呢 名字當然也是要漲田 會漲田嗎 我不知道會漲田嗎 你自己看嘛 今天3月7號 當然是有漲田嗎 一定有 我有通知你買嗎 保證有 上禮拜又有槍帽 一定有 上禮拜是中宏 冠海 康書 智義 GIS 出了我就會帶你出喔 破停利點 破停利點 他沒有破停利 你就一直報那一檔股票就好了 你自己要再多買也是OK的 因為我每天都會發簡訊給你 每一檔股票我帶你進了 我一定會帶你出 我這裡有建議你買 我就一定會發簡訊 帶你一定要出 這樣說得有夠清楚了嗎 那麼一樣喔 所以節目最後在這裡 還是跟各位做個簡報 第一個 證券市場就在於 要避開風險追求利益 那怎麼去避開風險 讓自己擁有台北股市 最強的標的股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避開風險 這是過去 從上個禮拜以來 從上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每一天標股會員 每一天所進場的標的 這是今天 3月7號禮拜一 明天在 你稍待可以打個電話 給我們服務人員 明天我會發簡訊給你 帶著你 我們來買這一檔 三八婦女節 相信你的股票也一定 要挖掌停板 節目最後在這裡 就讓我們全國觀眾朋友 操作順利 裁員廣進 今天再說一次 8669 謝謝你 拜拜 大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和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變變變變 變成功 肯定會成功 棒棒棒 一棒再一棒 棒棒接強棒 強棒限制股股 自動優化 避開風險 掌握韓中波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022 2578 3777 2578 3777 2578 亞洲投雇 27年來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雇 亞洲投雇 珍惜所托 珍情照顧 諮詢電話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亞洲投雇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 02 2578 3777 2578 3777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當股市千變萬化 當操盤千同萬序 當機會千載難逢 昨日啟用一千元體驗轟店了一個月 就算轟動時找操盤秘籍及上課券 千言萬語這次只要一千元喔 請播02 365 3255 台北市有限電視新選擇 北都數位有限電視挑戰台北市最低價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數位高畫質影音 高收視率頻道通通有 再送數位機上和 現在就換北都數位有限電視 0809 096 111 早鳥順辦更多優惠喔